先讲风机安装 首先要依照批准的图纸 在天花板的正确位置 安装避震弹簧掉码 之后就可以把风机装上去了 在风机的出入风口和风管之间 要用至少50mm长的避震接口加以连接 至于风管就分有方形、圆形和椭圆形三种 一般都是参照有关国际认可的标准 来制造和安装 而香港常用的是英国标准DW144来做 首先按照施工章程 选用适当厚度的新铁料 然后再依照批准的图纸开料制造 当每段风管造好之后 就需要按施工章程的要求 采用合适的连接方法 例如烫骨、脚铁、德国法兰 或者采用其他批准的方法 一般来说 烫骨方法是用于型号较小的风管 在每段风管之间 依靠嵌入新铁骨来进行连接的 而法兰方法多数是用于较大的风管 将其连接在防火闸的位置 它的做法是先用锚钉或钢压螺丝 将风管固定在法兰里面 而锚钉或钢压螺丝之间的距离 不可以多于150mm 至于新铁管里面的接口 与新铁管和法兰之间的接口 以及锚钉或钢压螺丝之间的位置 就要用符合防火规格的风管密封胶来进行封口 而两个法兰之间呢 就要用防火胶条封口 用夹或者螺丝收紧 螺丝或者夹之间的距离 就分别不可以超过150mm和400mm 这样才不会漏风了 还有啊 在每段型号比较大而且长的风管中间 都要加上单边法兰 或者采用其他批准的方法 来加强它整个的稳固性 然后就要在风管两边 用丝杆脚铁掉架 将水平的风管承托在建筑结构上面 这个时候要记住脚铁和丝杆的尺寸 同时吊架的距离也要参照有关批准的规格 有时候会用风管来作为设计特色的一部分 当完成整个风管过程之后 就要做风管的湿漏测试了 一般来说 低压的风管系统可以不做湿漏测试 至于中压和高压的风管 就要参照有关国际认可的标准 而香港一般都是依照英国标准 DW143来做的 当传送冷风的风管湿漏合格以后 就可以进行风管的保温工序了 所用的保温材料有玻璃棉 分泉发泡和像素 如果采用玻璃棉的话 一般密度都是每立方米32公斤 厚度在25mm或者50mm之间不同 记住玻璃棉是不可以沾水分的 所以要用胶带包好 并存放在干爽的地方才对 在安装之前 首先要将风管的表面清洁干净 如果风管的宽度大于450mm的话 风管的四面就要贴上足够的铁钉了 如果是横平面 钉和钉的距离大约就应该是300mm 而垂直面大约是400mm 然后在风管表面涂上胶水 将采好的玻璃棉先用铝制粘贴纸固定在风管上面 然后将玻璃棉包在风管四周 再轻轻地用力将玻璃棉铺平 再用铁钉固定好位置 没错啊 记住玻璃棉的连接位至少要重叠50mm 同时还要贴上铝制粘贴纸并封好口才行 之后检查四边 以确保没有空隙 最后就可以套上铁钉扣将钉尾弯平了 还有铁钉扣面和玻璃棉的连接位都同样要封上铝制粘贴纸 以确保不会有利口 以及玻璃棉不会外露 另外凡是风管经过单底支架时 都应该在风管底加上150mm宽的新铁片 或者垫上高密度玻璃条棉 以减轻玻璃棉所受的压力 如果要用风拳发泡和像素的话呢 那具体的施工程序就要参照有关生产商所建议的方法了 最后就要安装风嘴了 确定好风嘴的位置和安装高度以后 就可以做风嘴风管了 不过呢要注意 风嘴和风管的连接处 一定要涂上风管胶水以防止漏风 之后呢就可以将调控百页 也就是BCD 以及风嘴稳固好 如果遇到假天花 就要依照天花图纸 并和总承建商及各行的承包商互相配合安装了 没错 当所有的空调和通风设备都安装好以后 就要在整个系统的适当位置 加上清晰的显示 色带以及方向指示的见嘴 这样才算真正的完工吗